民众拿着手机拍照 背后是台东知名景点博朗大道 台东县府首次尝试将博朗大道 到海美景移到高雄美丽岛捷运站 特地选在国内外游客必经的美丽造景 光之穹顶 运用虚实交错的台东田园场景展览建造 有层层堆叠的吸睛打卡装置艺术 吸引游客想去台东的旅游欲望 你觉得台东的风景怎么样 很漂亮啊 除了原有的台湾好行纵谷路野线 宣传即将展开的新路线池上观山线 路线将经过池上博朗大道 原商部落等东海岸居民景点 我们逃票行程其实整个好行纵谷路线来说 我们会有经过就是两个南王部落 然后跟那个北南遗址文化这两个地方 那也欢迎大家来走走看看这样 促进国内旅游热潮 交通部观光局秋冬旅游补助方案 9月正式上线 许多饭店民宿皆响应推出优惠方案 原事新闻打Q高雄市采访报道